好 航团员已经顺利的到达了海峡对岸 那么这两天的另外一个焦点新闻之一 是中国海军派军舰到索马里海域护航 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记者会 介绍了中国军舰参与护航的情况 国防部的官员表示 特种部队将随军舰护航 中国舰队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们来看报道 中国派出的两艘驱逐舰和一艘综合部级舰 已经在海南三亚整装待发 中国海军对完成这项护航任务充满了信心 除了这些舰上固有的 有导弹武器 火炮武器 还有其他的导航通行设备等等 这是为了执行这次护航任务 任务的特殊性 那么真派的部分的特种作战人员上舰 德国伊朗等国军队都表示 将派军舰打击苏玛里海盗 国防部官员表示 愿与其他国家护航海军进行合作 中方愿意根据情况的需要 和有关国家的舰艇 加强情报信息交换 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合作 总参作战部海军作战局负责人透露 两岸正在就护航台湾船只的问题进行协调 如果遭遇海盗 所有的中国船只都可以用卫星或者电台等通讯设备 与中国军舰取得联系 中国国防部认为这次的护航行动展现了中国军队 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信心和能力 至于这次护航行动会持续多长时间 将根据苏玛里政府的需求和联合国的决议来决定 中央台记者宋老航汪水光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叶岁 昨天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 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尤理查通报了中国政府决定 派海军舰艇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的决定 潘基文和尤理查表示欢迎 潘基文认为他赞赏中国对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给予的有力支持 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再来看受北方强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开始 中国南方的多个地区出现了大幅降温天气 其中江西 湖南 四川 贵州 江苏 广东等地迎来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雪天路滑给当地的交通造成了一定影响 22号 江苏南京 贵州遵义浙江 渠州 决定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适当扩大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规模 加大家电下乡的推广力度 中央财政再增加补贴 并进一步扩大补贴品种 健全农村流通网络 明后两年再新建和改造一批农家店和农村商品配送中心 增加配送品种 对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 广西和云南与东盟地区的货物贸易 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 另外受国务院的委托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 今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期实施情况 谈到今年的生产张平说 今年前三个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9% 呈现出比较平稳和适度回调的态势 我们来看报道 张平说 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两年半以来 14个预期性指标中反映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的10个指标 完成情况达到或超过预期 全国城镇累计新增就业3028万人 完成规划目标的67% 两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3% 张平说 十一五前三年 预计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年均增长26%以上 总额已经超过15期间的总和 转移农业劳动力2166万人 完成规划目标的48%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4% 高于年均增长5%的规划预期 不过张平也坦言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 就业 三农 节能减排 金融领域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可能会进一步显现 因此 十一五的后两年 国家将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减持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继续实施紧急的财政政策 或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注重总和运用减税 扩大中央政府投资等多种手段 加大对扩大内需 调整结构 转变法展方式 和保障民生的支持力度 张平说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重点领域和中西部地区 国家也将加大支持力度 加快建设和启动与三农 改善民生相关的重大工程 张平今天还说 国际金融危机 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外贸进出口的增幅回落较快 投资增长有所放慢 工业生产显著放缓 原材料价格 还有运输市场的需求 都有所下降 张平说 由于经济增长减速 企业利润减少 股市和房市低迷等影响 财政收入呈逐渐下滑态势 10月同比下降0.3% 11月份下降幅度 进一步扩大到3.1% 张平说 面对挑战 中国政府决定增加安排 中央投资1000亿元 到12月15号 这1000亿元已经全部下达 其中大部分已经安排到项目 200亿元灾后 恢复重建基金也已经下达 所不采算 新增100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 或提前安排的200亿元 在后恢复重建基金 安排的项目 加上地方或社会的资金 总投资规模 可以达到4000亿元左右 张平说 新增的1000亿元投资当中 用于农村民生 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 占到45% 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 由今年的40亿元 增加到明年的100亿元 下一步 国家发改委将抓紧制定 钢铁 汽车 船舶 石化 纺织 轻工 有色金属 装备制造 和电子信息等 9个产业的振兴计划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明确表态 要公开 透明 高效地 落实好中央投资 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和市场准入标准 加强对建设项目的 全过程监督检查 使投资效应得以早日发挥 中央台记者张琳刘沙 北京报道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北京市今天出台了 多项具体措施 减轻企业负担 改善中低收入群众的生活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 将由月人均1630元 提高到1830元 失业保险金平均水平 由556元 上调到616元 农民合同至职工 一次性生活补助标准 由338元 上调至398元 明年起 北京市的失业保险费率 由单位上缴1.5% 个人上缴0.5% 调整为单位上缴1% 个人上缴0.2% 工商保险费率 由0.59% 调整为0.48% 农民工大病保险医疗费率 由2% 调整到1% 同时 北京市明年将首次把企业 退休人员医疗待遇 同单位缴费脱钩 也就是说 不论企业是否按时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 企业的退休人员都能够及时报销医疗费 在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待遇方面 明年起 北京市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 三年内免收管理费 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 对从事个体经营和创办小企业的 分别给予不超过5万元 2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我们再来看台北市今天上午 在市立木炸动物园举行仪式 欢迎大陆政台大熊猫团团圆院 入驻台北动物园 台北市长郝龙斌和大陆宋青团的团长 赵学敏出席了仪式 我在这里 我也可以跟四川以及所有大陆同胞 做一个具体的保证 就是你们放心 我们绝对会好好的照顾团团圆圆 我们不仅会好好的照顾团团圆圆 我们更会让他们在这里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在这里早生跪志 大陆欢送大熊猫代表团团长赵学敏表示 团团圆圆落户台北 是两岸人民非常欢迎高兴的一件事情 是两岸交流历史的见证 他见证了两岸人民的深情厚意 团团圆圆在大陆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在台北木炸动物园 也将有一个健康成长 繁育后代的成长之年 当地时间23号上午 美国华盛顿特区附近的一条 直径1.5米的巨型水管爆裂 喷涌而出的水流淹没了附近的道路 地面积水最深处达到了1.2米 多辆汽车被困在了水中 救援人员从直升机上放下吊篮 对困在汽车当中的人实施营救 被救起的人随即被安置在一个小船上 再转移到安全地带 救援部门的负责人说 他们已经成功地救出了十多名被困人员 接下来是一组短消息 美国后任总统奥巴马的过渡团队 23号发表内部调查报告称 奥巴马本人及其团队成员 都没有卷入伊利诺伊州州长 布拉格耶维奇的卖官事件 报告说被任命为未来白宫办公厅主任的 伊曼纽尔与布拉格耶维奇及其主要助手 就参议员职位仪式进行过交谈 但是谈话没有涉及卖官和其他幕后交易等不当内容 日本政府24号的内阁会议上 确定了2009财年预算案 其总额高达88.548万亿日元 如果获得国会通过 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高的年度预算 其中预算中将近一半的支出 用于稳定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相关的项目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当天表示 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 发展的竞争力是深圳长久以来的思索 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 建立经济特区一直到今年的19号 深圳被联合国确认为中国第一个 全球第六个创意之都 深圳在创造了速度深圳和效益深圳之后 又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当今世界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凭借着深圳设计这座年轻的城市 立志继续走在全国的前面 继续收看走过30年 在中国改开放30年的历程里 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舌口榨山第一炮的震撼 还有那句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都成了我们的深刻记忆 深圳最早起步于外资 尤其港资企业在这里投资建厂 深圳制造想遇海内外 而在这个过程中 深圳逐渐有了自主品牌意识 现在它拥有80个中国名牌产品 在中国众多的世界名牌中 有30%由深圳创造 居中国内地城市第一位 因着这种氛围 众多国外设计师都在深圳 设立了设计工作室 并与深圳本土设计师 展开全面合作 昔日的旧厂房 成了国际同行间竞争的脑力风暴角 深圳很多的创业文化园区 都是由改革开放初期 最早的三来一捕的旧厂房 改造而来的 半波的墙壁还保存着 20多年前深圳工业时代的记忆 但里面激荡的 却已经是一个新锐群体 最富有创意的设计理念 和设计思想了 韩佳英是在深圳这片土壤里 成长起来的知名设计师 她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 如今在深圳 上海和北京 都有了自己的设计队伍 佳英从不避讳设计的商业价值 她的不少作品 都与想当当的品牌有关 她认为有才华的设计师 就是要与商业结合 我觉得深圳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年轻的 它没有什么太多历史的包袱 但是呢 它是最市场化的 最早市场化的这么一个城市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每一个人 你要做的事情 你一定要在你所做的事情里边 给大家创造价值 你才能够有你实现 你自己价值的这么一个可能 和韩佳英一起成长起来的 是一个深圳本土设计师群体 到现在为止 中国设计业的领军人物 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级设计大师 都聚集在这里 客户遍及全中国的 大型企业集团和文化机构 从笼罩鼠设计的 世界建筑师大会申办标志 到陈少华设计的 2008北京升奥标志 从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行徽 到畅销世界的 康家宇创为电视品牌 以及华为与中兴的科技品牌 深圳设计为深圳 乃至中国的经济建设 与企业发展 做出了杰出贡献 那么这是一个特别 一个互动的一个城市 有这样的市场 也有了设计师 有了设计师 也让他的企业的产品 和企业的品牌 有了一个更大的 更好的影响力 2008年3月15号到7月13号 创意中国当代设计展 在英国国立维多利亚 阿尔伯特博物馆隆重举办 这是有史以来在英国举办的 最大型的中国当代设计展 展览从深圳前沿城开始 通过中国第一代平面设计师 在深圳的诞生 集中呈现了平面设计 与视觉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这是中国设计整体走入 西方人视野的一个标志 已经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联盟的深圳 希望在这个领域甩中国之先 设计制度的命名 无余为深圳未来的战略发展 给予了新的定位 新的战略走向 原来深圳要进行出口基地 要进行高新技术的产业基地 今天我们在战略目标上 应该说我们还是一个设计制度 我们要在设计产业 文化产业 特别是文化核心产业 创意产业方面 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是一种使命 也是一种战略走向了 有城中城之称的华侨城地产 用了23年的时间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最新开发的波托菲诺纯水岸住宅 复原了意大利古利比亚海湾的一个小镇 优雅的居住环境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正是因为有了一个长期规划 才有了这么精心打造的项目 深圳现在的创意产业占到GDP 6.8% 在已经实施的产业政策中 深圳重点扶持创意设计 动漫游戏 数字视听 新媒体等与高新技术产业 相融合的新兴文化产业 而深圳设计的理念 已经渗透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设计制度不单纯是有产业方面的意义 它还是一个城市 它自身的战略选择 它国际上联合国把你评价为设计制度 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看到你 某个产业方面的发达 而是对你这个城市 整体的创新能力 创造能力 全民的创意能力 乃至它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肯定 深圳要建设创新型城市 那么怎么样把设计产业进一步做强多大 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好 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中国新闻节目 接下来是由刚强主持的今日关注节目 欢迎大家收看 各位观众 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 今日关注 正牌大熊猫今晚顺利抵达台北 台湾民众热情迎接团团圆圆的到来 团团圆圆的宝岛新生活将如何展开 两岸携手保护大熊猫 又将进入怎样的新阶段 稍后请看 今日关注 全球葡萄酒大师专业推荐 张玉爱飞宝北京国际酒庄 看到时代左右的人 也在左右这个时代 别克林荫大盗 给品位非凡的男人 吉诺男壮 上高人为风 红卡集团 刚正 有形 柔韧 有度 刚柔并济 虎都 男人的标准 虎都男装 外水都江宴 问道 青城山 河南 地豪品牌 文化传播 优先公司 是什么 成就了运动 是力量 是平衡 是灵动 更是自始至终的激情 新BMW三星 情动 心动 当世界在同一秒屏住呼吸 当真情在五大洲之间传递 这一刻的关注 超越国界 全球步调 国际眼光 厂销骁容技术 治疗前列腺炎 热烈祝贺前列腺 厂销骁容学术研讨会 在钓鱼台国宾馆 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精挑长中棉 新棉花 我们优选瑞士 活性染料 我们确保撇致之温和适中 我们总是这样 渴求自己 一世家床品 煽动今号之夜 那个小姑娘就趴到窗台上 一动不动 等那个林车来的时候 消防队队员已经上去了 把那个女孩可能能救出来 傅先生说 看到当时的情况 自己就担心呼救人员是否安全 下午2点20分 记者赶到百万庄大街时 看到火情已经被扑灭 从现场上看 大火是从该公司的 最西侧一楼的一间屋内燃起 这间屋子的窗户 基本已经烧化 只剩下外窗的防护栏 上方的空调室外机也被烧坏 墙体被烧黑 墙上的瓷砖也被烧落了不少 消防人员此刻正在屋内 勘查现场 楼下站着不少跑出来的工作人员 据执行者讲 着火的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办公室 由于着火现场不允许记者靠近 记者未能进入大楼了解更多的情况 随后记者赶到了救治伤者的医院 在医院记者了解到 一共送来了5名伤员 他们都是受到惊吓 同时吸入了火场的烟雾 其中一个人接受检查后 并无大碍 已经自行回家 另外4人虽无生命危险 但目前仍在留院观察之中 而对着火的原因 消防部门正在调查 北京台报道 税费改革马上就要实施了 油价已经下调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油价的问题 而大家也都算了自己的那笔账 尤其是车主 而很多加油站也在算账 我们的记者就发现 一些民营加油站 在新价格的基础上再次降价了 虽然他们这次的降幅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也是一个好消息 上午10点 记者在朽仙桥附近的一家加油站看到 这里的生意还挺红火 前来加油的车辆排起了长队 一打听 原来这里的油价又降了 北京都不统一调节价吗 咱也调了 这次调了低了多少 4毛4 4毛4 原来力度小点 反正就做到北京市最低呗 老实 现在差4毛4 25块 怎么也得省20多块钱吧 据了解 很多知道消息的车主都是特意钱来加油 特别是那些出租车司机 因为一箱能便宜好几十元 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在小鸿门珊瑚陆附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 记者远远就能看到巨大的降价广告 93号97号各降价两毛 有三个多少钱 6块2毛5块2毛4 5块2毛4 办卡再优惠5分 办卡再优惠5分 卡怎么办呀 在哪里对上去1000块钱 加油站负责人说 之所以降价是想博利多销 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而这家合资的加油站 虽说没有降价 但也同样打出了优惠牌 满百元送积分和送大礼 而中石油和中石化 也有不同程度的促销 不是办卡送积分 就是免费洗车 记者走访多家加油站了解到 中石化和中石油都保持在前几天刚刚调完的价格 93号油5块4毛4 97为5块8毛 在这个基础上油价还在下调的 就是民营加油站了 为何民营加油站的价格能一再下调呢 为此记者请教了相关方面的专家 专家告诉记者 由于国家对新的成品油价格没有像过去那样 规定一个8%的上下浮动技术 而现在只是规定了上涨不准超过技术 所以各民营加油站次做决策 走薄利多销占领市场份额也很正常 再加上国际油价的下调 也给各商家提供了降价的空间 这对老百姓来说无一是件好事 北京台报道 刚才看到加油站的经营者 对于自己的降价很有底气 这说明有利可图 能够在保质的基础上降价当然是好事 能够带动整个市场油品的价格 趋向一个合理的水平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 几天前的一条英语六级考试前 网上直播考题以及答案的新闻 经线网络 同时也被不少媒体来关注 那么在22号呢 教育部官方网站对此做出了声明 表示该报道数不实报道 12月20号下午3点 英语六级考试开考 21号上午 某网站上发布了一条题为 即时播报 英语六级在线泄题门 开考前试题经线网络的新闻 随后成为了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 教育部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 据查 12月20号14时51分 一个名叫波赛东的网民发帖称 六级作文曝光 答案也曝光 但在这个惹眼的大标题之下 却并没有试题和答案 开考后29分钟 波赛东得到了作文题 并将它发布在14时51分的帖子里 标题后持续更新的标注 更是把已经打了时间差的泄题事件 渲染的有模有样 记者从前年开始 数次登陆波赛东发帖的网站 但已经查不到该帖元件 以及相关的回帖信息 根据教育部网站最新发布的声明指出 12月21号17时17分 波赛东又在网上发布了澄清声明 称我需要澄清一件事情 那不是考前答案 开考后其他各大网站都有答案 我只是转载了一下 然后把主题修改了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记者又试图通过该网站的电话 联系到这位名叫波赛东的网民 了解他制造泄题假象的目的 但遗憾的是 通过百度网搜索到的该网站 电话有误 2005年1月 英语四级考试还没有结束 某网站就贴出了英语作文题 2008年3月举行的全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考前十几个小时 已经有部分试题在网上泄露 法律专家指出 国家四六级考试在起封之前属于国家机密 泄露考题者属于触犯保密法 为了净化考试环境 今年的四六级考试 在全国五十所高校做了试点 采用了一人一击一提的机考方式 今年的这个机考呢 首先它是一个试点 或者说是一个测试吧 从严格从测试学的角度来讲呢 所有的机考或者是网考呢 它能够做到每个人打的题都是不一样的 它是随机地从这个题库中抽出来的 那么它从安全性 从它的稳定性 以及从它的时间的把握性上来说呢 可能都要好一些 比我们的原来这种大范围的印这个卷子 效果要好很多 任何考试都不是儿戏 考试面前投机取巧 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去作弊 这样的人不仅良心不安 而且也很难逃脱应有的责任 即使一时利用了高科技幕后操作 但这技术手段同样也会让他们原形毕露 根据教育部的声明 名为波赛东的网民通过考前发布帖子 在在考试开始后以修改方式 张贴有关考试内容 造成了此次英语六级考试考前泄题的假象 本次考试全国共有841万考生参加 即使目前 因为他们有两个人 但这些讯息是 这是一个信息政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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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打开笼子它马上就出去了 对 这个是就是它从一个小的空间到一个大的环境里面 其实它这个显得比较紧张 它这次是一种应急性的环境 你看它进去以后就是它的动作都显得很警惕的 对吧 你看它到处一个是用四处的打探 然后再来回的走 对这个环境的一个 明显感觉它对这个环境的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程度 好像地板是不是比以前白了一些 四周的墙地是不是好像也和从前居住的地方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对 以前我们住的是二号别墅啊 对 一切都没有 因为熊猫的话它是靠自己的身上的这个标记物来标记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范围的 所以在这里面一个新鲜的一个没有它的一个气味 所以它感觉到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而且大家注意到到目前为止 它们还在熟悉环境并没有去吃竹子 对对对 这个也感觉能反映这个这两只熊猫是很健康的 知道它是没有到运动以后它不动 或者是趴着不动 或者是感到不舒适 它能对这个周围环境出现那么激紧的激敏的这个试探的行为 说明它是健康的 林老师 从熊猫这个整个的活动状态来看 您有哪些判断 我是看他们第一个跟那个卫主人是一样的 他们是身体健康的 行为也是正常的 它这个正常它就是要把周围的东西多看一点 就像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样 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东康山西湾望这个窗看出去什么 那个地方看是什么 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得到一种安全管 它是在这里寻求这种东西 寻求一会儿以后它觉得确实安全了 就会有下一步行动 而且刚才我们的记者在台北和我们报道说 他们俩转悠了半个多小时 一样才安心 有些的话可能要到下半夜 这时候它都对了 要下半夜 那还是比较辛苦 而且特别是这个熊猫这个亚神体 和它这种单击的心理更旺盛的时候 它就这种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如果一些成年的熊猫 它因为这种它是这个群体的优势 它走到哪儿它就觉得我是一个 这个生活在最高的这样一个优势的个体 所以它这种安全趋势是很高的 这种亚神体的话 因为它在野外的话 它也是去靠自己动个打斗 才获得这个生存的空间 所以它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它不知道这个对它是 会感染是什么样的影响 什么样的压力 包括这里面的可能空气的味道 不仅是竹子的味道 空气的味道似乎都和以前不太一样 对 所有的 在熟悉 还好就是因为他们俩都同时都在一起 都还至少只有一个熟悉的这个对象 对 还有至少有自己熟悉的饲养员的声音 也在陪伴 对对对 二位对于团团团团在木炸动物园 这个新家怎么的评价 从它的这个布置来说是挺漂亮的 挺生态的 也就是熊猫满足这个它的行为的需要 就是它的栖息架 攀爬架 包括它这些新鲜的竹子的摆放 都和在就是我们在野外长的竹子都 也不是放在地上的 但是长得插在那个地方 就感觉它竹子是长得 它拿着那些 是有这种生态的这种感觉 我呢认为它们这个动物福利 它们还是很注意的 为了欢迎我们这个大陆上过去的大熊猫 给了它们比较好的待遇 还花了很多功夫考虑它们 在一个环境里头不能够是光溜溜的 要你能上 能下 能玩 能看 还能够就是休息的地方 它都考虑到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 整个台北木炸动物园 熊猫管车的其中一部分 应该现在是个隔离区是吧 对对 这是实内的这部分 因为它的室外的话 还有这个栖息架 树洞 包括这个饮水池 游泳池 大家都有 刚才看到 紧张还是有点紧张的 现在应该是还是有点紧张的 还是随紧张的一个状态 应急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记者在做报道的时候 说整个在这一路的 三个多小时的飞行当中 据说熊猫还睡着了